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我們一般要喝的茶飲 像普洋茶 我說天然的酵素 那普洋茶它能夠減肥 每天喝都沒關係 因為它不會太寒 它有發酵過 又不會裡面咖啡因的量不多 不會說晚上要睡覺了 或是晚上我要工作 我口渴 喝普洋茶就晚上睡不著 不會 因為我也時常喝 我都是在喝普洋茶 那還有烏龍茶 它是屬於半發酵的 普洋茶是全部發酵過的 那半發酵它就是咖啡因比較多 因為你喝麗茶當然是效果很好 可是麗茶它生物碱那個茶碱太多 就會傷胃腸 不能長久喝 所以我們就是建議大家要喝烏龍茶 它是有半發酵的 它有保留咖啡因 所以我在那時候唸中醫競爭很激烈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考中醫 台灣考中醫那是特考 它是六七十個班級在考試院那邊 只要第一名才會考得上 你第二名就不上 它一入級就是五六十個而已 那就五六十班 就是你一定要第一名 你一不小心寫一題錯了 你就 那你就第二名 那你就明年再來 那是一年一年是很苦的 那我就時常喝這種烏龍茶 因為它有提省幫助你腦部激勵 也比較好一點 你上班族累了 我是覺得說不要喝咖啡 因為咖啡它那個也會傷胃 有時候喝咖啡晚上也睡不著 很多患者他說 我說你咖啡戒了 你就好了一半 他在看胃場的毛病 所以我說烏龍茶它有提省作用 你上班族就喝烏龍茶 我那時候就每天喝喝喝喝 就真的很瘦 那時候就不會胖 即使你每天坐在沒什麼運動 你就喝茶也有效 還有一位茶飲 就是荷葉 那個就是蓮花那種荷葉 它那個也會對腸胃有效 而且還會濾水 然後在那個本草綱目裡面說 荷葉能減肥 令人瘦 所以它的確是 當然是荷葉比較少人說 泡荷葉來喝 我們有一個方叫紫竹丸 就是紫實跟白竹 還有用荷葉 也有人用荷葉來包飯來吃 那個都是對胃很有效果 而且荷葉也能夠排體內的濕氣 所以就會瘦 我們喝茶 最好是喝溫熱的 有點熱熱的 這樣子我們對胃場會比較舒服 最好也是都飯後喝 飯後喝比較不會傷胃 那如果你人家說隔夜茶不能隔 有時候生物鹼或是茶鹼太多了 就吃起來會苦澀 那個喝起來其實很傷胃 我們還有一個中醫的理論就是說 你茶泡下去 沖了馬上就 就幾分鐘以後馬上喝 它有一種輕輕往上 提升到頭腦醒腦的作用 那你如果茶泡久了 它就濁了 濁了它是會往下降 那你就變胃呆呆的 不舒服 頭腦也昏昏的 喝茶怎麼會有兩種效果 就是這樣 跟泡茶也有關係 如果會茶到的人 他們應該會知道說 茶就是要這樣沖 你才馬上喝 你如果泡太久了 泡太久或是冷了 你喝 胃場不舒服 因為我剛才講說茶鹼太多 裡面的生物鹼太多 太濃了 吃起來苦澀了 那你就會胃腸傷 胃腸傷了 你喝多了就會生痰 你就會覺得喉嚨怎麼有 老是有痰 就這樣 我剛才講了就是 它是時間的問題 你如果泡了太久 它就是變成苦澀 苦澀它就是會傷腸胃 你還有一個方法 你如果是泡了 比如說一分鐘 你放在旁邊杯子 冷了也沒關係 那個喝也不一定會傷胃腸 那你會一直泡著 變成茶就苦澀了 那個就不好 就會傷胃腸 因為它那個是溫度會一直讓它 釋放那種生物鹼出來 或是咖啡因太多 它會傷到胃腸 像葡萄茶 它能夠降血脂 它是清裡面 血液裡面的血脂 所以它是很好 有人說 我又不胖啊 可是驗起來什麼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那麼多 我是說那個是血液裡面的油太多了 外面看不出來 那要用檢驗 那喝茶 說 三酸甘油 降三酸甘油 它很胖人喝很多 他說我也沒有瘦啊 我說它是在清血管裡面的血脂 所以它降血脂的效果很好 現在人吃得好嘛 所以很多人都有這種傷膏的問題 那你多吃葡萄茶 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減肥 可是你去食場喝 久了你就會覺得你去驗有醬 那是醬裡面血管裡面的血脂 那血脂多了就是 我們說的會中風 心臟病 都堵住心臟的這些嚴凶 所以我們時常用葡萄茶來保養是最好的 其實你喝茶就是在喝水 那裡面就是水很多了 當然你喝水 水是最簡單最單純的 它也是容易排掉 沒有什麼負擔 也任何人都可以喝 那你如果是像有人喝湯 喝湯也不等於喝水 你飯後喝一點湯 那裡面也有水的成分 是不會口渴 那如果說你要讓身體保持水分比較多 那是多喝水 因為很多飲料 他以為是說他每天都吃飲料裡面就有水分 他就不用喝百開水 百開水沒有味道 尤其現在年輕人 現在都喝那手搖杯的飲料 那裡面一方面他原本糖太多了 糖喝多了會上癮 不甜你就不愛吃 所以越喝越多 還有裡面的茶的那個生物檢也會傷到胃腸 你是不知道啦 可是你久了你就覺得 最近食意比較差 就是這樣 那你喝水當然就不會說食意差 或是說身體不舒服 我是沒有這個理論說 你一定要喝多少水喝多少茶 中醫還有說說你如果說你不是很口渴 你每天一直拼命的喝茶 它也會浪成腸胃造成太多 就水流太多 反而你肚子就會大起來